这片子里有不少腕 你像刘嘉玲啊 还有咱们这边像邵斌啊 张默啊 陈坤 这几位大陆的当红影星是零片酬 不要片酬 为什么 就是想体验一下和这三位大腕合作的感觉 所以发哥到这时候都50多了 饱到不老 而且他的片酬在这时候 也拿到了 可以说在大陆拍片子一个顶风价 4300多万人民币 那么发哥这些年来 我们说他挣着钱也挺不容易 他这个片酬也确实累累往上涨 咱们下面是这样 我们编导特地做了一个资料 我们看一下发哥这些年来片酬 是怎么样涨上的 每部片子都挣了多少钱 1986年 刚刚注入影坛的周润发 摄影英雄本色中的蓝暗号 他本着不求片酬 战求加戏的原则 拿到了50万港币的片酬 我这三年 就得想等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此后四年间 周润发动拍摄36部电影 电影数量激增 席金速度加快 等1989年时 《赌神》一篇让周润发的片酬 上升了1300万港币 凭借赌神的票房影响力 永胜公司在1994年 推出了《赌神2》 因为周润发开出了 2000万港币的天价片酬 随后 在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间 周润发转向好莱坞发展 电影开始减产 但是片酬还在稳定增长 2000年 周润发参演 卧虎藏龙 片酬达到2400万元人民币 2006年 周润发回归华语电影市场 片酬也迎来了再次飞跃 2009年参演孔子 有消息称 片酬达到4100万元人民币 2009年 周润发加盟让子弹飞 更有消息称 他的片酬达到4000万元人民币 同时还要参与票房分红 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在那做加法 50万100万往下 4300万什么780万美金 加一通 你加来加去 你换算成港币 你会发现 离十个亿还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发哥挣着钱 那可不是光拍电影挣的 光拍电影 他现在挣不到十亿港币 那么这十亿港币以上身价怎么来的呢 咱们得说呀 有的时候啊 这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这个演员呢 他的财商有多高 挺重要 你看刘德华办公司挣着钱了 那钟振涛炒房地产 就亏了一塌糊涂 周润发这些年 人家没有大起大落 稳稳当当的 我干一样我就挣一样钱 但这得感谢呢 周润发有个好老婆陈慧莲 出身自新加坡豪门 人家不抢丈夫的风头 也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 但是温柔贤会懂合同 对经营很了解 所以两口子是怎么挣到这钱的呢 有了钱干啥呢 咱们干脆买不动产置业 等他升值 所以从这个90年前后的时候呢 周润发两口子就开始买房子 物业 一点点这些年 他们眼光很准 因为有一个物业90年买的 到现在涨了十多倍 卖手已经一个多亿 就是他们大多数的财产 往往是通过不动产的增值实现 所以这周润发现在才有这么多钱 很慷慨的 99%都卷出去